大家好我是嘉俊老师 我们就要去解这个 2024年高威尼科数学年中考的第四题 这第四题要求我们做微分 然后使用的方法是first principle get的第一原理 好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做first principle 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知道first principle的流程 我们会有 x 所以我们会有 x 把它 把它用另外一个坐标 就是一个很靠近 x 的坐标 x 加跳踏 x 然后 y 也会有另外一个很靠近他的坐标 叫 y 加跳踏 y 我们去找到这两个坐标之后哦 用这两个坐标去帮助我们找到一个 暂时的斜率 这个暂时的斜率叫做跳踏 y 除跳踏 x 但是通常我们在找的时候 会先找到跳踏 y 然后我们才找跳踏 y 除以跳踏 x 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就会把这个跳踏 y 除跳踏 x 里面的跳踏 x 让他 limit 让他趋近于零 让他们之间的间隔变成零 当他们之间的间隔变成零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 d y by d x 这就是我们做 first principle 的一个流程哦 ok 好 所以我们如果开始去处理这个 first principle 的话 首先我们会有第一个 ok 第一个是指示题目的 题目的 曲线 然后我们就会有 x 变成一个很靠近 x 的 x 加跳踏 x 还有 y 也变成 x y 加跳踏 y ok 左手边也要更改成 y 加跳踏 y ok 右手边所有的 x 都要变成 x 加跳踏 x ok 这时候要提醒大家 这个 x 加跳踏 x 的平方 我们是没有展开的 没有展开的解体的过程中 是不会在 分母的部分就展开的 ok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 x 变 x 靠近他的 x 加跳踏 x y 有一个靠近他的 y 加跳踏 y 可以接下去 可以接下去我们就会想办法去找跳踏 y 可以找跳踏 y的方法 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会用2-1 因为只要用第二式减去第一式的时候 左手边 他就会变成跳踏 y 可以右手边我们就会有 x 加跳踏 x 也就是第二式的 x 加跳踏 x 减去 x 加跳踏 x 的平方分之一 减去第一式 可以第一式他叫做 x 减 x 平方分之一 所以我们会需要把他跨幅起来 很多东西在做这一题的时候 会忘记掉 当我2-1 可以第二式减第一式的时候 第一式会忘记跨幅哦 所以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跨幅 可以好 跨幅过后我把跨幅打开来 他就会变成复复的正 可以这地方就会变成正的 可以就会变成正的 x 平方分之一 可以这地方要自己注意哦 可以前面部分我们跟他招潮 所以我们就会有 x 加跳踏 x 减去 x 加跳踏 x 完全平方分之一 可以减去 x 加跳踏 x 完全平方分之一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x 和 -x 两个就会割掉 这两个就会割掉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其实这个 x 平方分之一 他应该也要能够做减法 把它剪掉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 因为 我们没有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东西 可以去做月减 所以这里我们会做的事情是让这两项 让这一项跟这一项做通分母 可以做通分母 当然如果你要把前面的这个跳踏 x 也拉进来一起做通分母 当然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拉进来一起做的话 他对你的解题会更复杂 他对你的解题会做会做的更复杂 所以通常我们调踏 x 就不动他 给我们只处理后面这两项 好 当我们在做后面这两项通分母的时候 他会通分母出来的东西 就是两个分母的乘 两个分母的乘积 所以 x 平方要用 x 加跳踏 x 完全平方也要 OK 左手边的分母我们缺少的就是 x 平方 要变成一样的分母吗 所以这个地方会缺少 x 平方 分子就会有 x 平方 我们分子就会有 x 平方 OK 右手边这边分母缺少的 就会是左手边的分母 x 加跳踏 x 平方 所以分子就会有 x 加跳踏 x 平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分子 会变成加上 x 加跳踏 x 平方 OK 当我们讲到这一步之后哦 会出现问题的地方 就会是前面这个地方是负的 前面这个地方是负的 也就是讲哦 这里我们在做的加减法啊 他有一点点像是如果我做负2分之1加3分之1 像这样子的一个横式 如果我们在这里通分母的时候 2跟3通分母会变成6 2分之1的分子会变成3 3分之1的分子会变成2 这个时候哦 中间如果你写加的话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前面是负耶 1分之1的前面是负 所以如果你要在中间写加的话 这样前面就要把负号搬到分子来 变成负3加2 也就是讲 我们会把这个负号搬到分子去 让他变成正的6分之负3加2 他才会对 所以这里也一样耶 因为前面这边 因为前面这个地方是负号的关系 因为前面这边我的x平方 x加条他x平方是负号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把他这边做后面的两项做通分母 这样我在这个地方前面就要写加 然后x平方就会变成负 这样整个方程式才会是正确 很多同学在这里做通分母会遇到这个问题 会遇到这个通分母的时候出现的状况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提醒大家的 ok 如果你不要这样子做 可以你不要去处理这个部分 你想要前面还会是减的部分 可以吗 其实可以了 跟回到这个题目这边 回到如果我们继续用这个 负1分之1加3分之1 如果我不要这样子做的话 我可以做的处理哦 我可以做的处理 就会变成是我一样是写6 然后我一样希望前面是负 像这个时候我的分子就会变成3 然后减2 也就讲中间这个真号会因为你抽负号的关系 因为你前面写负吗 这样这边就会抽负号哦 你抽负号的话 这样真就会变成负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针对这个横式哦 我不想要去把负号搬到分子去 像我写出来的第二个 第二种类型的 分子结果就会变成是超他x 然后我一样写减 分母一样是x平方和x加超他x的平方 我的分子要怎样描述才对耶 我的分子就会变成x平方 然后减去x加超他x的平方 也就讲原本后面的部分 这边应该是加吗 会因为你抽负号的关系 它变成减 它会变成减 可以所以这个部分是同学 自己在做这一题的时候 可能会面对的状况 就是到底我这个负号要怎样处理 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做 可以当然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对同学来讲 如果负的x加超他x的平方分之一 加上x平方分之一 这个东西的通分母 如果你有遇到状况的话 这样更为直接的方法 就会是直接把它改成是 用交换率来处理哦 把它改成是x平方 然后x加超他x的平方分之一 就好像如果负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所以你在通分母上面会遇到状况的话 这样你就不要这样子做 你把它写成正的三分之一 减二分之一 因为你做这个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这个是我们同学在做这一题的时候 必须要很小心的部分 必须要很小心的部分 所以无论你做左边这个做法 跟你做右边这个做法 都能做到答案 都能做到答案啊 ok好所以我继续啊 所以超他x的部分我招潮 加的部分我招潮 给来分子的部分 我们把x加超他x的平 完全平方做展开 这样我们就会有x平方 然后加上2x超他x 还有超他x的平方 可以提醒大家超他x的平方 记得要挂虎 可以分母部分 记得我们没有把后面的部分展开了 因为我没有展开这个部分了 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轻松哦 看到哦原来分子的负 负x平方和正x平方会消掉 而不是同学们在做的会变成2x平方 当你做出2x平方的时候 你其实就没有办法往下做 因为等下你在除挑他x的时候 你会出现问题 ok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挑他y 整理到最后会变成的样子 叫做挑他x加上x平方乘上x加挑他x的平方 分值2x挑他x加挑他x的平方 ok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做除挑他x 也就是讲我们可以去到第三个步骤哦 ok我们可以去到第三个步骤 除以挑他x k目前为止我们的进度是在挑他y 还在挑他y啊 ok所以下个步骤我们去做挑他y 然后我们对他除以挑他x 所以当我们对他除以挑他x的时候 我的右手边原本的 原本的方程式是这样 ok这是原本的方程式 我们除挑他x的话 这样这里的分母就要除挑他x 这里的分母也要除挑他x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去发现 右边的挑他x跟挑他x 约掉 他会变成1 再来这边的挑他x 会跟分子的挑他x一起约掉 分子的部分因为是加法 所以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 把分子的挑他x 我们抽取一个挑他x ok 让跨五里面变成22x加挑他x 我们抽取出来的这个挑他x 就能够跟分母的做约减 也就讲我们的挑他y除挑他x 目前为止的进度会变成1 加上x平方乘x加挑他x的平方 分子2x加挑他x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dy by dx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dy by dx 我们就可以有dy by dx 他其实是limit 挑他x趋近于0 挑他y除挑他x 这样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地方的挑他x 他要变成0 这个地方的挑他x也要变成0 因为前面的y我们招潮 所以后面的部分我会有x平方 乘上x的平方 因为x加0会变成x 分子的部分只有2x 所以把分子的x和分母的x 越减掉一个 所以我们会得到我的dy by dx的结果 他叫做1加上x3四方分子2 可以这样这一题就解决了